明宅大火燒得猛烈 瓦斯航前外線的瓦斯桶 不斷穿出火焰 一不小心就有爆炸危險 消防隊員隔開鐵門 就怕火勢在屋內門燒 烈焰燒燒不到半小時 幾乎明宅燒成浮海 中午們倉皇逃命 买是金口 因為這把可怕的火 是有人故意放的 地很轉破 晚上要看火 不看下去它看 不看下去它看 不看下去它 它有湯 它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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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老闆兒子 趕快邀請爸媽一家人才沒事 因為機車行燒得最嚴重 幾方巡線 逮到縱火南疑問才知道 嫌犯就是衝著機車行來 懷疑機車行的老闆 曾經對他的機車偷抽油 加油站加油之後 到現場去縱火 9號凌晨 高雄發生可怕縱火案 嫌犯在附近加油站 買了40元油 騎車道機車行前頗有縱火 兩地相距只有一公里 車程只要大約三分鐘 跟對方有什麼機會跟滿 你才會犯規啊 50年次的靈性男子 對於縱火動機不願多談 只有私下透露殘去車行修車 懷疑老闆同還機油才會心生不滿 帶著一桶油跟菜刀 下院報復 安言惡火兩成三傷 現場住戶及時逃出 送醫後沒有大礙 現場為了私人恩怨縱火 傷毀七戶名宅 實在揚起無辜 這留情能嘉文 S小組高雄報導